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夏季6月我们养这个长寿花的时候 如果温度适宜再加上你的长寿花还在顺利的生长 那么我们还是要适当用肥 用肥呢可以用这种素效复合肥这种高甲肥 可以把它养的肥状又不容易徒长 但是有花有啊就不敢用肥 不用肥呢植株就养了瘦瘦高高的 但是用了肥呢因为把握不好量或者是把握不好用肥的时间而产生肥害 那么今天再教大家一种非常简单安全有效的施肥方法 大家看我这长寿花呢里面用的就是这个素效复合肥 如果不敢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这个复合微生物肥料 这个复合微生物肥料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质 可以让盆土啊更加的疏松透气不容易板结 再加上呢它里面弹磷甲含量不是特别的高 含量呢相对比较低 所以呢我们使用更为安全完全不用担心会产生肥害 最关键是呢里面含有这个枯草牙包杆菌 这牙包杆菌呢它可以抑制盆土呢这个致病菌的繁衍 可以有效减少植株出现根腐或者是黑腐的情况 还能够提升植株的抵抗力 能够起到一定的触根效果 使用方法呢很简单 我们在生长期大概两三个月左右啊 给他使用一次就可以了可以沿着盆边给他湿洒进去或者是直接埋进盆土里面 直接拿来拌土都可以用上这个复合微生物肥料 我们再结合平时的一些叶面肥给他进行喷湿就可以了 但是叶面肥浓度一定不能过高 这种湿肥方法呢就更加的安全有效 又能够促进长寿化的生长 比较适合一些新手花有使用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